回圈指令 电脑程式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条件判断的选择 另外一个是重复 条件判断就是根据条件判断来执行正确的指令 就是if,else 另外一个是重复性 程式依照设计者设计的逻辑不断重复执行相同的程式码 利用回圈来完成重复的计算 回圈的原理 它是利用条件判断真假 决定程式码是不是有重复 这个程式码一开始进了 我们会进入回圈的条件时 它会做判断 如果判断是true 就是真 就会执行回圈里面的动作 执行完回圈里面的动作 也就是程式指令之后 又会重新回到条件算式的判断 再判断一次 如果是真的话 就会再继续执行回圈里面的指令叙述 如果条件算式结果是假的 就会走在 那程式就会跳出回圈 那程式就会跳出回圈 执行后面的程式码 回圈跟条件判断式的比较 回圈跟条件判断式都是用来控制程式的流程 它们不同的点在于 条件判断式 用逻辑判断来决定 接下来要执行哪一段程式 这是条件判断式 如果是真的话 它就会执行这一段程式码 如果是假的话 它就会略过这一段程式码 就跑到这里了 执行第三段的程式码 程式就结束 回圈 它是以条件判断来决定 有没有要重复执行这一段程式码 回圈的语法有几种 一种是预先条件算式的回圈 也就是使用坏的指令 预先条件式的回圈 我们会先检查条件式的结果 是真还是假 不为零的就是真 坏 括号里面是条件算式 也就是条件判断式 后面是一个大括号 括号里面是坏的动作 就是回圈里面的动作 这些动作就是一般的指令 如果这条件判断式是真 就执行一次回圈里面的动作 然后再跳回条件判断式再检查 再跳回来 再检查 这样一直执行到这个条件判断式 不成立为止 零就是不成立 就会不执行这些动作 执行下面的动作 条件式 它可以是任何的算式 如果我们算出了结果 它不是零 就表示真 如果是零 就表示假 所以它可以是数学运算式 算术运算式 逻辑运算式 回圈里面的动作 它可以是任何的程式语法 在回圈里面的动作 是所有的你希望 写什么样的指令都可以 所以这是HIRE条件判断式 每次都会重新回到条件算式 再做判断 如果是假的话 它就会跳出回圈 不会执行回圈里面的动作 就是它的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很重要 这是预先算式回圈HIRE的一个例子 这种回圈使用语当回圈内容 不一定需要执行的时候 因为HIRE条件是会先判断 它在决定 是否要执行回圈内的动作 这是累加指定范围内的整数 我们会输入 start 也就是一开始的范围 end 结束的范围 我们要从 一开始 加到我们输入的结束 使用HIRE start 小于等于end的时候 start是我们一开始输入的范围 end是我们要结束的范围 sum 等于sum 加上start sum 一开始是0 sum 每次都加1 如果我们start是输入1 end是输入5 一开始 一开始 start1 小于等于5 所以这 就是 tru 那tru的话 就是1 这样的条件 成立 成立就会执行sum 等于sum加start 所以sum 就会等于 0加1 是等于1 然后start加加 start就变成2 这时候会重新回来 条件算是这里 去做判断 再来就是2 因为start已经变成2了 2小于 等于5 还是成立 就是tru 那这时候sum 等于sum 加start 那就等于1 加上start是2 就等于3 然后这时候start 再加1 变成3 又再回来 所以start就变成3 3还是小于等于5 所以还是tru 那这时候 sum是3 再加3 等于6 start 是3 加1 等于4 再回来回圈 再回来回圈 跑一次 start是4 4 还是小于等于5 所以sum 等于sum加start sum是6 start是4 6加4 6加4 等于10 那start就变成5 好 再来就是5 还是小于等于5 所以变成10 sum等于10 加上5 等于15 再来 再来 start就变成6 这时候6 小于等于5 这是不成立 所以就跳出回圈 就印出 15 那时候就可以结束了 了 1 2 1 2 2 7 7 谢谢观看